骨头汤能补钙吗? 那骨头汤能补钙吗? 好了,大家都知道补钙很重要 那很多人都爱喝骨头汤来补钙 那么骨头汤到底能不能补钙呢? 大家想,骨那可是钙的难融的复合磷酸盐 那么难融于水的骨 你想把它泡在水里,通过浸泡加热 就把它里面的钙融到水里边来 说实话,其实是非常困难 那有人做过实验来观察 就用不同量的骨,加不同量的水 分别煮不同的时间 然后逐一地去比对 测测这个骨头汤里的钙的含量 结果其实跟自来水都没有什么区别 那你想通过喝骨头汤来补一个人 一天最基本的钙的需求 那需要喝多少骨头汤呢? 大致算了一下 差不多要五个浴缸的量 那这谁喝得了呀? 所以啊,骨头汤其实并不能补钙 骨头汤的营养价值呢 主要还是在于补充一些氨基酸和脂肪 那我们可以通过什么食物来补钙呢? 钙的食物来源呢,就分两类 一个是含钙量高的食物 一个呢,是补钙好的食物 含钙高的食物 我们呢,首先就会想到虾皮 还有那种连骨一起吃的小鱼 虾皮和鱼骨虽然都硬硬的不方便吃 但含钙量还是很高的 那还有一个补钙好的食物 最突出的呢,就是牛奶 因为啊,这个牛奶当中啊,有乳糖 乳糖呢,可以促进钙的吸收 但是乳糖不耐受的人群,那就要注意了 补钙产品,那这个钙怎么选呢? 为了方便补钙啊,很多人都会选择钙的补充剂 那面对那么多不同类型的钙的产品 有液体的,固体的,五颜六色的,熬合的 甚至还有什么瓶子装的,也有各种的讲法 那我们该如何选择呢? 那我跟大家说,其实啊,也没有那么复杂 最主要的还是钙含钙量 钙含量呢,就是指在相同体积下含有的钙的量 您就记住,碳酸钙是含钙量最高的钙 碳酸钙的含钙量呢,是40% 那其他的什么这个酸钙,那个酸钙,含钙量都不如碳酸钙高 碳酸钙呢,本身虽然不容易水 但是啊,它恰好进了胃以后,一溅到胃酸就变成溶于水的了 那这不就方便我们到肠道去吸收了吗? 而且啊,随着血液运送到身体各处去利用嘛 这很好理解吧 补钙啊,其实还需要注意量和时间的问题 那么成年人呢,每天需要补通800毫克的钙 有特别需求的人群,像孕妇啊,小孩啊,老人呢 的需要量呢,会再高一点 所以呢,每天补钙要足量 但是呢,也有人说 说那一片顶多少多少片的钙好呀 我吃一片不就够了吗 大家注意,我告诉您一个点 就是一次性的大量钙摄入 会引发一过性的胃酸分泌增加 尤其是对于本身胃酸分泌就高的人来说 平时呢,就容易反酸,还容易烧心 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加入一个胃酸分泌的一过性的增高 那肯定会加重胃部的不适 所以呢,补钙最好就是分次饭后 这样既有利于钙的吸收 同时也避免了胃酸高的不舒服 这多好 而且呀,补钙其实还讲究一个营养素的协同作用 这是说呀,钙对于骨骼来说 那固然非常重要 但对于骨质的强健来说 美呀,心呀,包括铜蒙也很重要 就好像盖房子 这个砖对于盖墙来说非常重要 盖就相当于那个砖 可是如果只给您砖 那这个墙虽然也勉强能垒得起来 但是您发现很不结实 还需要沙子,水泥 您要盖高楼呢,可能还需要钢筋混凝土呢 对吧 同样的道理,这个骨骼好啊 除了钙,还需要有美、心、铜、蒙一起协同 才能让它长得既高大又强健 这就叫做营养素的协同作用 所以,要想把骨头养好 把钙补好 我们的方法一定要科学 选择容易吃 而且可以坚持吃的钙 而且呢,要分次饭后 每日足量的补充 那再结合一些其他的矿物质 长期补充 这样您的骨骼这种大楼 才会越来越绝实 越来越有力量 2020年,消费者报道完成了36类 共441款产品的对比测评 从客观数据 主观数据 抽检数据 口碑数据 和投诉数据等五个方面 全方位的评价产品 综合五方面数据得出每款产品的CCR推荐指数 给大家带来好产品推荐榜 安利纽翠来钙美片 CCR指数9.1 推荐 看消费者报道 让你放心消费 全新上市 纽翠来钙美猛心酮维生素D片 添加维生素D 促进钙新收 纽翠来钙美D 全新上市 纽翠来钙美猛心酮维生素D片 添加维生素D 促进钙新收 纽翠来钙美D 全新上市 纽翠来钙美猛心酮维生素D片 添加维生素D 促进钙新收 纽翠来钙美D